11年前,韩国留学生朴荣硕来中国求医、学医,到访北京青海甘肃,如今成为了甘肃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。 求医治病让朴荣硕与中医结缘,曾经24岁的他饱受甘病折磨。 西医治疗虽有所缓解,但慢性药物性甘损伤,让他食感疲乏、失眠,这让他将关注点转移至寒医、中医。 2010年,不会中文的他来到北京,供职于一家国际学校。 2011年就来到了中国青海,半工半读开启了苦行僧班的中医学习之旅。 经过专业学习后,2015年,他如愿成为了甘肃中医药大学外籍留学生。 日前,正在备考中国医师资格考试的朴荣硕,在甘肃中医药大学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。 他表示,中医拯救了自己的生命,为了想让更多人享受到中医,所以不远千里来甘肃学习真正的中医。 甘肃上是有历史的地方,还有文化,想学中医,不仅仅学医学,还得学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。 所以我来甘肃学习的话,当时我觉得能学到一个真正的中医。 朴荣硕坦言,中医知识太丰富了,最头疼的是文研文书籍,古药方等,花费的时间是中国学生的四倍。 他只好随时带上字典,请教老师和同学。 他也表示,韩语与汉语有共通性。 韩国人学中文,中医相对有优势,很难想象其他国家学生学习中医的难度。 我学一个义古文,那个课根本听不懂。 看那个,就一页的这个义古文的内容,我花了八个小时的时间,看完了,然后重新看一遍的时候,还是看不懂。 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来说,真的很难学。 是在韩语里面,有些单词是汉字的单词,所以概念是差不多。 但是如果欧美国家呀,其他国家的人,不仅仅要对这个单词,还要理解这个概念,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不容易的。 所以韩国人学中文,阅读方面是很有优势的。 目前,甘肃中医药大学已招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的119名留学生。 2013年以来,作为中国中医药对外合作交流执行省份,甘肃先后在乌克兰、法国、新西兰、匈牙利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立了齐皇中医学院或中医中心,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。 我在我们学校里接触过很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,然后我发现了他们对中医更重视,尤其是针灸,他们说都现在他们国家里面很受欢迎这样的针灸的治疗,所以他们更多学生来愿意来中国学习。 最后,朴荣硕表示中医在中国之外越来越受欢迎,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地推动中西融合发展,而他自己的梦想则是在中国当医生,去基层的地方让中医帮助更多人减轻疼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